最近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社会大众对于所吃的食品开始注重 但是对于食品的了解上仍然不足 包装上的营养标示也并非一幕了然 消费者在选购的当下难以抉择 在课程中我们便想到了这个问题 构想出了这次的计划 希望让大众能选择对自己身体更健康的食品 并提醒使用者避免摄取过量营养成分 以达到健康管理的效果 最后一会帮买什么东西给我 成分排得不清不熟 热量也告诉我不是很清楚 阿哥你在干嘛 你看阿 他热量成分都起来不清不熟的 就这样我能吃 他热量喔 自己乘两份应该是200大卡 阿他成分都起来 可是我帮你通风能不能吃 阿哥要做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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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它裡面有綠豆 紅豆 花繩 還有花豆 而且這樣你會不會用嗎 對啊 欸 我剛剛自己承還撐錯耶 對啊 還是我手機比較方便 老公 你也有帶手機嗎 我幫你下載 這樣以後就可以用了 有啊 但我不是很會用而已 沒關係喔 這樣很簡單的喔 會要學會要學 好 這樣囉 就下載 然後啊 首先要輸入個人的基本資料 輸入性別 年齡 身高 體重及運動量 是因為每個人的生活型態不同 因此所需的熱量也不同 所以需輸入基本資料讓系統計算 以達到客製化的設定 並使是選擇台灣人患有比例較高的慢性疾病作為依據 輸入後與條碼商品成分交叉比對 以達到提醒使用者注意飲食的效果 輸入商品資訊分為條碼掃描與自行輸入 利用條碼編號搜尋內建資料股內的產品熱量成分 搜尋結果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為熱量顯示 下則顯示成分 依據使用者選擇的指定 產品內和成分中 因地位使用的成分 顯示在下方 以達到提醒使用者的功能 確定使用條碼 會將資料傳送至資料庫中儲存 並在第四資料中顯示 提供使用者檢視社區熱量 提供資料庫中 會依照使用者各種資料消息 以天所需熱量 以及七天內所有社區的熱量 供使用者自我檢視 提供資料為欣賞 基因諮詢是爲了讓 使用者查詢 環境疾病 尺數是evenovit 處理的 Hyperion 與此因醉了解 疾病相關資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